現在大廳滿滿購物人潮 民眾拿著DM與家人細細研究 真的得看仔細 因為往外面文化一路走 街頭上到處都是建案廣告 可見重劃區有多夯 桃園重劃區可以看到不少的廣告招牌 甚至還有現案正在興建當中 不過呢這些地方 未來可能都會變成繁榮的商圈 靠近長根商圈周遭人來人往 鄰近學區更有捷運輔助 看著未來商機各大建商進駐蓋屋 空無多價格也優惠的多 大概在十分鐘左右的車程就可以抵達 所以我們這邊的課程 很多都是從新莊五股泰山 他們過來 那因為房價他們的價格 有一定的價差 兩房一廳29.9坪 總價700多萬 平均一坪23萬多 對比其他捷運區域 像是備車到泰山 平均60萬的房價 價格幾乎砍半 對首購族來說更容易入手 比如說長根的商圈 環球影城 環球山廠這些東西 那就是我們的生活機能 也是相當完善 那以交通部分來說 我們距離國道一號也相當的近 專家分析重劃區競爭力 主要在棋盤市街道 而且屋林教西能有較完善的規劃 最吸引人的就是房價低廉 不過因為是造正形態 生活機能相對不成熟 因為少子化的情況之下 他的生活機能不一定會這麼成熟 人越來越住越多 生活機能越來越成熟 是不一定的 所以說他的風險就在這邊 根據銀建署最新調查 去年全台空污率86.48萬 佔了整體一成 中華區域到生活機能穩定 至少得近十年時間 投資仍具有一定風險 但親民的價位 還是讓不少年輕首購族相當心動 解釋雲 蝦雲 桃園報道